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大背景下 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26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前国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嘉玄 26号在演讲当中指出 改善两国关系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当前尤其需要日方做出更大的努力 日本政府最近经常宣传 中方现在用势力改变现状 这与事实不复 必须指出的是 长期以来中方一直坚决反对 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 从未承认过日方的所谓管控 所谓钓鱼岛的现状 却非日方在钓鱼岛海域的单方面存在 而是双方事实上维持各自正义的局面 打破这一局面的不是别人 正是日方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 是坚定不一的 同时中方始终建设性的 自立于通过对话 挫伤 解决问题 我们敦促日方 尊重历史 真是现实 同中方就钓鱼岛实质问题 继续开展认真的挫伤 继续开展设性的